因应大法官市至785号加上警力不足问题,新竹县警察局去年12月事办联合执勤方式,引起原乡地区居民质疑,担心治安、交通等问题,纷纷提出陈情。 去年12月,横山分局在监石乡公所也召开座谈会说明,让地方村里长与代表们掌握目前原警冷力规划。 为了尽速解决警力不足困境,新上任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,希望在113年将编制原额提高到1403人,并试现服整体财政状况,逐年增加远警人数,补足警力。 目前新竹县警察局现行编制原额1245人,预算原额1183人,现有原额1092人。 县长杨文科指出,按地方警察机关原额设置基准,请征原额后编制及预算原额将为1403人, 其中修编增制158人当中,141人为基层警员及侦察座,预计请征原额并补足警力后,将优先补食偏乡。 杨文科现长表示,后续请警察局积极向内政部警征署,争取预算原额及办理基层警力扩编, 强化偏远及原乡地区治安维护。 原市新闻,虎顺高娃,新竹竹北采访报导。